恭喜二位 谢谢 刚才 谢谢你 没事 你不也帮我大吗 男生最好别说 鱼龙外限量版麦巴赫 三个五星厨子再配四个女龙 外加整个后海 我给你买下来教育 爸 就这条件 你说你找个老板有那么难吗 你儿子大小也是天成计算总裁 爸是要教和天和计算张总合作 张天和 张老师 我警告你啊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要是再骚扰我 我家男人找不了你 得了吧赵兄达 谁不知道你相亲几次都告吹了 不就是在等我吗 可惜的平白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你还要干吗 你挤开挤开 放开我 你怎么谁呀 你怪老子先生 你画是耍流氓 你给我等着 等着啊 啊 那 谢谢你啊 没事 就是活动活动听 哎 那在我家里的在缺关 爸 你能怎么那么乱 喂 喂 您没假装听不见 我下周就要结婚了 我 我不想人家觉得我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就这样吧 这臭小子 定了也不告诉 这么点时间 我再给他找老伴去 谁没不过夕阳火 嗯 啊 那个 大妹子 你看 咱俩怎么样啊 咱俩 对了卫国 我还有点事情 要去趟公司 我送你 好 走 雪岚嗯 你先去上班 我先 回家把家里收拾收拾 过几天 跟你去翻过来煮饭 好 那我先去上班 你 你好 你走 你走 销售部经理 帚主 祝你 你走 你走 是不是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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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部经理 你再又出来跑出租 我给你打电话你听没听 你有开出租这个时间 你重新消产心 你放心 你订婚 我绝对不会这个丢脸 我结婚了 刚领的结婚证 给你证 跟谁 赵秀 销售部经理赵秀 刚才那个女的 什么那女的 你不叫赵阿姨 老李 你哥哥你多大事 玩闪婚 你了解他们会在这边 你以前给我介绍的那些 我也没见过面呀 那能一样吗 人家孙杰 上师集团总监 他爸是全市零售业大老 他赵秀然一个月才赚几个钱呀 还有人家他呀 退休前跟正苗红的高干领导全都整个球场 他赵秀然有啥 老李你涂的啥呀 我涂的我什么也不涂他的呀 你说那些什么钱呀权呀我都不感兴趣 要到上门你去 你去我不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李 我是想跟你说呢 就是他赵秀然肯嫁给你 他肯定是看上咱家钱 什么钱不钱的 我说你小子 有点钱你开始做过去 你了不起 你当你的总裁 我过我的日子 我爱着你了吗 他就是看上咱家钱 李董 车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走 先把我爸送去 呃我自己开枪 开什么开 你看看你很远圈 这不是什么呀 没了 别把我车死了 我死了 小董啊 最近天成表现怎么样 李董不愧是商业奇才 在您的暗农扶持之下 他已经将天成集团 做到了青州前列 呃董事长 要不要告诉李董 您就是天成集团 幕后万国资本的实际掌控人啊 我看李董他最近 有点飘飘然了是吧 他还年轻 就让他多吃点苦涂也好 喂 老张啊 你明天和我儿子 是不是有一个新能源的订单要签 签或者不签 不用看我的面子 老子 别着急 我去把那个死丫头抓出来 老子在外面乱动 给我打了他的腿 那你们慢走啊 好哎好嘞 哎你们找谁啊 有预约吗 预约的屁 我找我女儿呢 还有什么预约 哎 什么东西 哎你怎么打人啊 你干 啊 赵修兰 赵修兰你都出来 被你老公在外面招风引蝶 你不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赵修兰 赵修兰出来 妈 他什么男人啊 他就是赵修兰啊 听说啊 背着男人在外面乱搞 他真不要脸 妈 这里是公司 你怎么能带头来到我去呢 他什么时候抄了我的男人 这不就赤修兰是吗 黄老师啊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已经结婚了 以后啊 你不要在这骚扰我 你 这不是昨天是收书车司机吗 收书司机 你 你竟然找了一个臭开车的 你给他烦了你 那两十四 光彩的给了八万八 三斤给了两万六 这一盆 给换你 你 你 你怎么怎么接 你 怎么 接着你 啊 妈 妈 我可是你的亲鬼女了 你就为了这八八的材料 就把我给卖了吗 跑你这儿赵修兰 原来他们两个是你招来的 你四手帮不接着 还跑到公司里面来 丢人现眼 你现在那边搞关 四手管 不是你像我这样 什么不是 你现在就去跟那个王八蛋 离婚走 妈 你别拉 我不去 妈 住手 妈 住手 董秘书 你咋来了 什么呢 你又是你 你小男别犯了 你容我 你就是勾搭我女儿的那个野来着 今天你要是跟他去离婚 谁就不认离开这儿 董秘书 孙晨 李董刚走 你狗居 这谁都不得着 还能没有办法 对不起 我这就处理了 这就处理了 赵修兰 从明天开始 不要来工作上班了 拿着你的东西 擦你滚 生肉管我 滚蛋个头啊 周女士这种勇敢追求 自身幸福的新时代独立女性 我们公司大力的褒奖和表扬吧 你作为一个公司的中层管理者 你连这点根据都没有 我怎么相信你能带好销售部啊 行了 好 今天开始 赵修兰总之 好 就是咱们销售部的系统吧 好 狗屁风 您您给我许试啊 哎哎哎 有没有玩法 啊 我不管你是什么秘书也好 还是主管也好 今天 赵修兰 我一定要带走 你宣传公司 打砸商人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我 我轰出去 我 你们干 赵修兰 我可是你母亲啊 你给我许试 你给我许试 你给我许试啊 你站在 不好意思啊 董明秀 大家先笑了 我 这个主管的位置 我实在是 您能力出众 当中不分 服务管 这个位置 对于您来说 还是很过来 大家说 是不是啊 对 咱们公司明天和国内的新能源巨头天河集团有一场非常重要的签约会 李总走之前交代 公司所有中层以上领导必须在家 我可以齐续吧 这个人呢 这个时候您尝不住 这个 热 人多热 人多热闹 对吧 那到时候您准时来 啊 行 没事 大家工作吧 啊 那我 哈哈 喂 爸 明天的亲人一室 我们董事长的父亲也会去 您可千万这活都在 咱们这两节 可都在你手 小岚 卫国 刚才路上有点堵车 等久了 这 你不是开车的吗 哦 那是我儿子的车 一把年纪了 还没个正行 这车好一百万呢 哪是咱们普通人家开得起的 对吧 那 那真的是我儿子的车 好好好 你们男人啊 就是爱面子 联会开始了 咱们进去吧 好 这次的签议室啊 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 那是相当重要 就说 喂 什么 董事长的父亲已经到了 哎 好 我马上到门口去迎接 你为我 姚董 老同学 在这能 今天是我们内部的鸡堂会议 你怎么会在这 董经理 他是我老公 是不是把他带进来的 赵主管 新冠上任 架子可不下 内部会议 带家属来三家 不过我得提醒 今天这个会议 对天诚来说 可是重中之重 我听说 我这个老同学 在外面给人贴苏苏呢 呀 可别 敬我了现眼 凭北市这间 有什么好笑话 贴苏苏 是很赚钱是吧 贵官呀 这一个月 赚不老少钱吧 还行吧 好的时候 四五千 真够多呀 两个公司 够我这辆 奥迪 最次保养了 您的车钥匙 卖巴赫 谢谢 已经是您客气了 您这可是卖巴赫限量款 整个青州市 都找不出第二辆来 限量款的卖巴赫 那不得上千万 一个车货路 能比人家奥迪了 哎呦 秀来啊 你可真是好伙计 家人好不了呀 卫国呀 这卖巴赫 是你的 不是 猪子 是吗 卫国 我就说了 一个开始 说中京城 他怎么 开得起这十千万的 好车呢 我话又说 这人穷 好吧 就怕又穷 还救命我 其实 其实什么呀 修兰 你说 咱们说我那么样的 追求 你都不理我 一转身就嫁给了一个 就开速速车的 你说你 有些人啊 这天生 就是个救命 就你那一脸甚虚啊 不怪修兰 看不上 你什么意思 喂 什么 董事长的父亲 已经到圈片场了 咱们的董事长 他父亲一样 哎呦 能不能给我出去 亲自有见 哎呀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董事长的父亲 穿什么样的衣服 有什么特征啊 手腕上戴了一块 银色手表 褲兜还别了个钢笔 银色手表 钢笔 这 是不是还穿了一件 浅色在淘宾都破了酸 爸 你咋知道 李卫国 李卫国 你们都看着我 李卫国 你这钢笔是 不 这是我儿子送我的 平时呢 就是记录一下 客户的电话号码什么的 毕竟好记性不是烂 不是 李哥 那你儿子是做啥工作的 他 他就是在外面瞎折腾 听说最近在搞什么 新能源管道 也没搞什么 管道 我下水道的 你们 你们以为我是在说他吗 像他这种泥腿子 怎么可能是 董事长的父亲 那你刚才描述的那些 特征 这个 一个玩笑吧 要是这儿子呢 还得是 董哥家的最有学 年轻轻轻 就当上了董事长的秘书 听说 年薪 都上官了 还行 我这么呀 作为一个父亲 要给儿子 树立一个 良好个榜片 你整天开一破素租 那儿子长大了 有什么出现 你要这样说 咱们整个青楼上 这有父亲 那肯定是李董的老父亲 他把演出 这么一个秘书的 是是是 是啊 咱们千诚集团 如今在全市 名列前方 而且呢 李董更是全手 最优秀的 身家 尔印 你们李董 李天成 不过 我儿子跟的就是 李天成 李董 一个臭司机 你打听这 难道你跟他认识 他想就认识 他 就是 儿子 大家 都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他是李董的 不 你说你是几个菜 把你合成这 都开始说胡话了 张秀兰啊 你看看你 你长的什么男人啊 本事爱吃牛的 我肥 要说条件的 人家董哥的儿子 是董事项的秘书 自己呢 就是咱们公司的业务 英里标准的成功人士 比他 比较长多了 秀兰啊 你也不想一想 你那秀兰如乖 是咋来的 是天上的标志要点 如今 秀兰 秀兰 还不赶紧给董哥 敬了一杯 董哥 董经理 这杯酒 你敬了 小兰啊 其实我个人 还是比较 欣赏 能力出众 长相 也长在我的审美天上 可惜 我能不能再喝 今天是我们天上集团 最重要的一个千余式 你连进来的资格都没有 这哪有你说话的 你 你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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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椅子来 比卫博 你做什么比啊 谁不知道 干销售的就是给人陪着陪睡的 尤其像这种 都这么大点亮了不结婚 保护其在外边被哪个大伙抱怨 也就是你 把他当排量花的工夫 再给我说一句 再给我说一句 我儿子现在就在燕火丁准备这些仪式 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收拾你 最好叫他赶紧过来 正好成见 好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老师 冒从李董的自信 我看你 你休长多久 天火集团的张总马上就要到了 一会儿都给我惊上点 听到没 喂爸怎么了 哎我怎么了你老婆在 他酒店被人打了你赶紧过来什么 来的混账还跟打你 等着我马上过去 工作 来过 还说你去跟董经理道歉 他儿子可是都没说都顺带的红人 怎么说 修兰 是他们先骂人啊 李卫国 你还真以为你二十里狗这是董秘书没来 他一来 你连道歉的机会都没了 这一家都你自己做了 再道歉的是 李卫国 我给你连道歉的师父啊 你还以为是上学那样 像咱们这个年龄 顶的是钱 是儿子 我儿子是天成集团董事长的秘书 就凭这一提 我骂他赵秀兰他两个嘴都不敢还 你个臭开粗嘟的 干什么孙子呀 爸 谁敢打我爸 活腻回了吗 谁敢打我爸 活腻了 你打的 不是我 那是你打的 不是我 兄弟爸 我再给你最最最后一次机会 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你当中 跟我挥下 道歉 我可以 管不就 这话我也送给你 我给你给脸不要脸啊 再走 带个人 啊 董秘书你要把我送去哪啊 爸你干嘛呀 他他就是我们董事长的父亲 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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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错吧 他是李祖父亲 我电话里千叮零万主 好好招待 好好招待 爸呀 你这都干什么了 你说我爸他这人吧喝了二两酒就满嘴跑火车 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他一般蹊跷了 怎么会呢 董秘书 如果不是你 我哪有机会在这里 林林各位大领导传授成功经验 我哪里会知道董秘书你的权力竟然这么大的 你 你都跟李祖说什么了你啊 老脸 李李干 我这喝点麻牛就上头 我刚才都是吹牛 我跟上 我跟上 我 行了 作为老同学 我不会跟你接到那么多 可是作为秀兰的老公 你评讳我的亲 董秘书 你说该怎么出 我 按照公司规定 背后恶意造谣 侮辱重伤同事的 要 要做清退 那不是谁啊 我有话呀 我错了 我这个年龄好不容易在公司混出个头 我求你往开一面 我求你往开一面 求求你 行了 照顾好了 问我 咱们是老同学的面子 我求你往开一面 就是作为老同学 我才没有计较那么多 我现在要是去天城查掌的话 你跑不了吗 你跑不了吗 爸 我和你想乱子不够大 走去哪啊 姐 小李 你今天给你阿姨准备了好大的惊喜 姐 姐 你怎么来这儿了 还和李董在一起 小舅 今天我妈代表的可是全国最顶级的能源商张天和张董来签约的 或许你也可以教他一生张夫人 张夫人 而且前段期时间听你说是嫁给了一个神秘的富商 没想到是张董 就是说这个张董可是造用整个华像最顶级的能源手带 还是万国资本最重要的互动呢 是人家建议 人两届 十个天生都赶不上人家的十分之一啊 难怪李董这么重视这次的圈约 不过 喂 老张啊 你明天和我儿子是不是有一个新能源的订单要签 签员或者不签 不用看我的面子 这个张董该不会就是那个老张吧 这下可玩 建军 我听小李说你在天成的公司当经理 不是二把手也是三把手 这是谁 好大的口气 让你走 爸 没事 您先回家吧 去吧 干什么 今天有女姑在这 我哪也不去 龙燕 这位 这是我 天成 你们李家的门槛可真高啊 倩倩还没有过门 我这未来的亲家公就给他舅舅立项 喂 你现在还不为谁看 李董哥 欠你 县 你之前说你要结婚 这位该不就是我的亲家母吧 爸 你先别说这些 到底怎么回事 哎 李董 是我爸喝完酒先出言不逊的 和李叔没关系 把你出去玩 哎我说这小子怎么搁不着就往外拐了 我这是白养活你 姐 今天你来评论这个事 我在天成公司这么多年了 没功劳也苦 就因为今天我喝了一口 多说了两句 不仅要把我开了 才会打人 天成 今天这个事情你不给我解释清楚 天和集团的签约 我得再考虑考虑 别动下 扶持你 但是呢 怎么打人呢 他不容你吧 我打他不应该吗 我打他都是轻的 哎 你家那口子走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两句惨犯了 还有 你先找的那个 哎呀 难道我说错了 再跟我说一句 怎么 你还想打人吗 天成 我不是看待你小子踏实肯干 我怎么可能把倩倩嫁给你 你可别忘了 我女儿嫁到你们家 那是正儿发行的下嫁 天和集团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 还有这个新能源合同 以你天成的实力 连碰都没有资格碰 我是求着我们家老张 把他拿来给倩倩当嫁妆的 我东亚秦拿出这么大的态度和诚意 不是来看你爸 把我屁的 你天成拿出全资入新能源 你是知道这份合同的价值 如果没有他 你要是能扛顾一针 我算你有本事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你给我闭嘴 别人巴掌都打到你爸脸上了 你还在这当窝囊废 今天 要么他道歉 要么这婚就别结了 合约付费 冬爷 二人的认识我爸不退 可是总统里又坐在线 要不这样 我先让我爸道歉 这件事咋不就 我不道歉 我没做错到什么天 李天成 这会儿你还想不想结了 不是 欠欠 你先别结 我爸这个人的墓质 我去你的 你即算为我结婚的 他是考虑考虑行吗 这把关系闹得这么强 我这婚还结不结了 结婚我不拦着 老张家的闺女 倒也勉勉强强够格 但是她说你妈 还远走 李天成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想去我就直说 还什么勉强够得上你们家门槛 你们侮辱谁呢 不是 欠欠 比如说 你张国什么呀 天鹤鸡丹在大厦 那是数一数二的龙头鸡 还有我们家欠欠 那是名副其实的 万亿千金 多少富家子弟 气魄脑袋 都想当上门女去 你还瞧不上 李卫国 我女儿能看上你儿子 那是你们李家八辈子修来的不分 真是可怜天成 这么好的孩子 还剩你这么没出息的爹 天成 你也看到 不是阿姨故意刁难 算我求你了 现在天成全资入骨心能源 就等着和天鹤鸡丹合作 亲人续命呢 你就低个头 扶个软 这不是扶不扶软的问题 天成 你放心 这种河头 他们都跟你签 我让张天鹤亲自过来跟你签 但是结婚 我劝你慎主 这种河头 他们都跟你签 我让张天鹤亲自过来跟你签 让我们家老张亲自过来跟你签河头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万国资本的全球首富吗 吹牛 也不怕上舌头 他就是一个臭开苏苏的 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啊 要不是李董啊 要出去 他什么都还在哪要犯 哇 你说两句 不是我就搞不明白 你姑姑 现在可是天鹤极端的张府 他们求咱们还来不及呢 你怕什么怕呀 那你知不知道李叔他就是 他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抽开猪的 你今天一次一次的胳膊子往外观 你是姓董还是姓李啊 我看见你都牵犯 你都滚 好 李维国 今天你要是陪我道歉 这事儿 没吗 张总 新能源那份满意合同 被夫人拿去托地给了青州的天城集团 虽然说他们近些年发展的还算不错 但是充其量也就是个青州的石墙企业 远远到不得我们签约的标准 顺利我担心 只要我会带你去 南宫对于倩钱 真心使你 一份活动 我就给了 只要他们娘儿喜欢你 哦对了 我这几天忙都没有问 这个天城集团的负责人是什么 好 稍等 他叫 女天床 母亲早年去世 他只有一个父亲叫 李卫博 你说什么 你说他叫李卫博 你说他叫李卫博 喂李董 老张啊 你明天和我儿子是不是有一个新能源的订单要签 签或者不签 不用看我的面子 新能源订单 李董 李董 快快 备车 去庆祝 对天城 我算是听明白 我今天好心好意的带我妈来 又是谈合同 又是谈婚事 你爸 该不会以为我嫁不出去 非你不可吧 我爸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你们别忘了 我女儿下嫁你们李家 非但不要财力 还带来了价值百亿的新能源合同 你们占了多大的便宜 心里没点数吗 就是 天城没了你们这个订单 一样会发展得如日中天 但是你们今天要是不牵这个舌头 那 这都不一定了 这有什么意思 哈哈 威胁我 爸 你怎么少说两句 你知不知道这个合同对着天城 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 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吧 不信的话 让他给张天河打个电话 不过什么都知道 你大什么丢 你知不知道 这些张老口水都能把你儿子淹死 倩倩能看上我 看上咱们家是咱们高攀了 你今天为什么说些糊涡 我没法受过言 发什么受 现在你是我孩子 要说高攀 也是他张天河的高攀咱们家 怎么还不接电话 这次是我受过大意的 那天可千万别说错话 李维伯 你说什么呀 说张董张天河 还要高攀你李家 这恐怕是我这辈子 听到的最大 最最离谱的笑话了 老邦 你是真不明白 还要装糊涂呀 那是天河集团 是一盘明千三的集团 我 我拿什么和人家比呀 我求求你了 你别给我找麻烦了 成吗 什么叫人 那再高的楼 也是一层层雷起来的 天河当中 四五天成 不是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人家张总 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靠的是本事实力 不像某些人呀 考了个女公关 做老婆 还自豪的 总怕还不知道 已经被多少人睡过呢 解决你心比我 自然就醉 你干什么 我可听小李说了 他妈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小蓝也不奇怪 像你这样的窝囊废 你老婆 肯定是被你活活求死的 再给我说一句 什么 好好 我马上到 你敢打我 你怎么样 我开始找死了 要是让我姐夫知道你敢打我姐 不光是你 就算天长都在他妈江湖 好 那你马上给张天佑哥打电话 你看他敢不敢 我现在就跟我们家老张打电话 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别别东西了 东西 这个天我千万不能打 我求求你了 千万不能给张总打电话 李天成 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固执你爸是吧 怎么 今天见了我们家人少 何信回来欺负我们的 倩倩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解释 你去给我们家老张解释 看他听不听 爸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本来今天订婚 签约 喜上加喜 你现在让我怎么收场呀 喂老赵 什么 你已经到楼下了 今天我们亲家说 想好好认识一下 你 刘伟哥 听见了没有 我姐夫现在就在楼下 事项的话 赶紧给我 下位道歉 不然 不就死定了吗 好 我也正想见 他可是给我找了一个 好弟妹 好儿媳 别 你们李家门槛太高了 我们可高攀不起 没错 在众多追天长的姑娘 你的确是条件最少 天长 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喜欢自由恋爱 不喜欢被约束 所以这些年 何西马家 金陵宋家 他们上门求亲的姑娘 全都被我拒绝了 但是你是我的 只要你愿意 外面大磅大磅的千金小姐被认 你何必 吊死在这一国外国术上 何西马家 金陵宋家 李卫国呀李 你那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 像这种几百年的顶级家族 你连大门在哪里都不知道 还人家上门提进 你怎么成仙呢你 爸 我求你别闹了成吗 张总 在华夏上见地位气 而且还是问过资本的道路 在惹不起 啊 就算有不同之类的婚事 可你随了天成 你表态 总可以吧 表态有什么用啊 他今天必须给我 我妈家会道歉 我 李卫国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贵 你是不贵 千和集团脏风斗 你可算来了你知道他刚才有多嚣张吗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欺负我们娘俩子吗 欺负还就是啊欺负这个李卫国啊 他就是开速送车的口渡狂言还瞧不起你 关键把我姐打今天你一定不要放过他 这就是个误会误会什么 李天成你爸刚才不是还挺运气的说什么和西马家清零宋家都上门提亲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家产业有多大 老张 有些事情你没有告诉他 我 告诉什么 还老张 我们家老张跟你很熟吗 自己就是一个破开出租车的 现在连自己的儿子都要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了 还有比你更窝囊的吗 哈哈 好 那我换一个成 张天河 张董 啊 别说了 这还差不多 你别以为我们今天就会放过你 我们家老张可疼我了 你刚才打了我 你信不信我们家老张打断你的腿 打你个偷呀 东雅姐也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你想死别拉着我 老张 你是不是搞错了 就是一个开出租车的 他当然是谁 谁告诉你他是出租车司机了 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天河集团 那你儿子在这儿嚣张巴护的资格 什么 不是姐夫啊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李卫国 住口 李卫国也是你叫的吗 他就是 是谁啊 他是我们张家的救援恩人 他对我们张家的恩情 我们都无以为报 竟敢如此对他 老李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赵招 也没听你说过呀 你不是也没问我 还不赶紧给李卫国斗篇去 作为张家的夫人 一点李叔都没 李先生 刚才多有得罪 还希望 你不要见过 是啊 刚才都是我嘴家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您千万不要忘记李卫 我爸之前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可咱们以后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说起火花也不 一家人就不必了吧 小李啊 洞言还是很欣赏你的 你还是很有出息 也很上进 你也看到了 咱们两家 无论是身份 还是地位 都是有差距的 这要是放在以前啊 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这结婚的事吧 还是欣赏 为什么啊 董依 我和倩倩是真心相爱的 年轻人的事 差什么准 哎呀 文生啊 虽然倩倩不是你的亲婚女 但是你也不能不分 旧婚造白 乱点个样子 什么叫乱点个样子 那天天也是你想的女婿 爸 我承认我之前是挺喜欢李天成的 但是我现在看到他就让我恶心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李天成 我真傻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和我结婚 就是为了这份能源合同吗 我什么时候说是为了那个合同了 庄 孩子叫庄是吧 李天成 别以为你在这儿犯从前就能让我爸把我嫁死了 我这个年轻人努力啊 是好事情 但是别总想着靠歪门邪道上位 阿姨的话尽于此 你好自为之 我看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 爸 那有什么误会 我看 就是他赖咱们下 直接能让你这 妈 情有的瓜不甜 你们家这闺女 嫁给我儿子 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是是是 你们李家门槛高 我女儿高贪不起 不不 这婚纪也不成了 这合同 也没必要签了 就算我不能和签签在一起 也没必要把时间送得这么绝了 小李啊 不是阿姨绝情 你觉得 以天成的资历和水准 能介绍这么大的项目吗 老张 天和什么时候 有女人做主 不是我 哎呀 都怪我当时脑子一热 没有经过我们家老张同意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不是道不道歉的吗 合作方已经代资进场了 你们的合同说撤就撤 这不太好吧 哎呀 老张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 但是 恩情是恩情 合作是合作 毕竟集团那么多双眼就看着 是呀吧 大不了给他们赔几个钱不就行 小李 我看这合同 还得暂时收费 找到 恩人又怎么样 恩人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玩骨一脚戏 卫博呀 你卫博 这次我要让你亲家到场 不过 你们天和集团 后续还有千亿的合同 既然 呃 你们已经完成了 性能源的战略转型 那想必 这笔合同 非你莫属 怎么 我没听错啊 张总 你真的愿意给天成注资 当然 小李 这份新能源的合同 还是要暂时收回 等到集团公司 对门司考察通过之后 这个 我还依然是 张总 您放心 我们公司一定上下其心 做出一番成见 哦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我不同意 千亿的投资 老将 这要是让集团 其他人知道了 你私自能用合同的事 我们就说这种 看着这混合 我都拿开 赶紧过 姐 二位见笑 数字合同 三日后 咱们就可以 着手准备了 呃 我跟你爸 还有话要说 没问题 大家都散了吧 那边是 老婆 立东 总部那边 处理了什么 静音出问题了 啊 那倒不是 就是 唐斌这小子 挣着您给的权力 最接飞扬把握 不仅 在万国资本内部 搞专权不断 还说万国资本 迟早是他的 对对 您说过 万国资本 是有别天成少爷的 还兵勒令 万国资本 允许触碰南国市场 我担心唐斌这小子 怎么这么搞下去 会出事 要不要 敲打他一下 算了 先游着他吧 只要让他别太过分一些 是 李总 这次如果你真的能拿下天河集团的签约注资 哪怕如果是在南省 让我们内心之地呀 你别光顾我 这次签约注资 你我都要颠算 可不得万能上市 是 你人负责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通知你一个好消息 三天后 将召开应急动实会 见识将重新选出天成集团的心 什么 也就是说 从现在起 你可承 为何承 李彪 你就是一个富 谁给你的权利 当时愿注资会 李总 你怕不是忘了 当公司面临重大危机 是做出重大角色失误的时候 任何高层都已去召开应急动实会 而且 如果我没猜测的话 千和泥团的签约注资合同 一定会合同实 像是这种把公司推向破产边缘的角色 你说总实会 你有钱一八点 谁说我们没有拿到合同 李总的合同呢 合同需要过一段时间 不过我和李东 你达成功 注资签议 用天成集团的新能量开发 口头学业 李天成 你是把我当傻的呀 还是把公司的总实会 当傻的呀 注资签议 你的模糊是小的 记住 三天后 十会的 小兰 你醒来了 来 我给你煮了点红糖水 微光 这里是 哦 这是 这是我家 不好意思啊 微光 没事 哦 对了 微光 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害怕 你有压力 你 不会怪我吧 我 没有 就是觉得 这些太突然了 那 李总那边 其实呢 天成这孩子 很善良 这样吧 等明天 我把他约出来 然后呢 咱们三个坐一坐 熟悉熟悉 好不好 唐总 嗯 你看我这 这臭嘴 唐总 唐总 这还差不多 我让你办的事 成我唐总 最多三千 李天成就会被董事会 彻底提出去 天成 十拿九万 你干得不错 等我入肚的男生 给你尽体 多谢他 多谢他 等我彻底拿下男生 商机 你就会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半国董事长 这个位置 李博 不过 哦 小狼 已经下去了 我 别跑 那我自己看 喂 小斌 董事长 哎呀 我这是最近太忙了 没时间跟您打电话 您最近身体弱 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 集团的事情 不可能面面俱当 有些地方 该放权就放权 董事长 我也想 只是公司那帮老胡董 做事实在是太古板了 说什么 您有意不让万国资本 进入南省 这怎么可能嘛 董事长 我最近 在南省 乡中了一家企业 很有潜力 我打算 把他收购下来 作为我们万国资本 进入南省的前售站 今天下午 基本上就能完成收购 是 这南省 一直是您的一块心理 从今天开始 他将不再是 喂 喂 喂董事长 您有三千块 哦 小编 在啊 那个这件事情做得不错 呃 我这边还有点提示 先不跟你聊了 啊 好 董事长再见 不好 董事长 现在外面传播遥远 说咱们天成 与天和的合作失败了 导致鼓车大跌啊 而且那些鼓民 都已经冲进来了 怎么办 人称集团 让我学会钱 学会钱 先别急啊 各位 先别急 先别急 先别高急啊 李董 是你搞这鬼 搞什么鬼啊 李董 你可不能让我好人啊 李天成 这就算是我搞定了 怎么样 想打人啊 我勸你啊 还是先 我请不多福 天成集团 我无欺憾去 咱们听我说 咱俩听我说 我是天成集团 董事长李天成 原来你就是李天成 送我们大家的喜爱去 像你这种 无良的资本家 真是该死 是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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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生 周秀兰 什么事 你们要干什么 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李董 你没事 活的 有什么事 其实 你成了什么 向我送去医院吧 去医院 北天成 今天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谁都别想走 是啊 李董 大家挣钱都挺不容易的 就因为你的一次决策失误 你让公司蒙胜了不白之缘 是不是得给大家一个解释啊 李平 住手 兄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谁干的 我 怎么着 扯了我们的血汗去 难道不该跟我们个说法吗 这些说法 我 我 草 我李魏国 现在就可以给你们担保 天成绝对不会白白切掉你们的钱 但是 你们这些闹事的大人车 天成也一样不会放过 我没说 在 把他们的脸都给我拍清楚了 报警 爸 你怎么回事 爸 你就别问了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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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与天和地团合作失败 不是刚才开始的 其实只有我才能有点成 你还是劝劝你自己儿子 少老放弦吧 这样子大家多好 你 我 记得还不行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再会等我说个开始就知道 不 还有15分钟 我等 我等 可以 我笑 神奇什么 行了 别动 帮我照顾 哇 这刚刚给您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啊 该不会是 天上和计算出什么事吧 你说 李董 这个林明 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知道了这次天河的合同没有参丑 正嚷嚷着要穿走董事会 将李董的董事长罢名啊 怎么会这样 他不过就是一个副组 有什么本事能让所有董事都听他的 这个恐怕 就牵扯到万国资本 你说 对 这个林明啊 拉来了万国资本的关系 说要 李董 发言说天上集团 全资入不相远一时 董事会一直认为是属于集团战略重大作词失业 你让是全重要的 我不认识 虽然天国集团的合同没有参与到 但是李董答应 向天成集团注资签议 有了这些资计 未来三年 天成集团会在南城战略交代 所以 至于林副总 包吾来了之后 我认识 注资签议 说得好听 可我们现在来一天 解释没有钱到 你能做何钱事 我说了 注资今天就能当 你等个鞋 天长可等鞋了 而且据我所知 刚才在大庆里的那名女婿公 应该是销售我们吧 哼 大把把拆开 李董的父亲 私下里的公司的女儿 跟谈恋爱有意吞 这件事要是报告人 你应该知道 是吗 是吗 今天就这个是谁 李董 像这种严重的生活做法问题 你要给我个交代 不然 我提议 罢免其计同事长职位 我说 李天长 现在罢免你就是中国 所以 现在罢免你那种 同事长一直的决议 谁还有 那我正式宣布 今天董事会一直决定 我有意见 哦 这都是会 你说呢 我今天要是不来 你不就为他们这么 抢出天城了 谁啊 原来是替耳机冲腰来了 不过 就你一个抽开出租的 你怕是没这么站在着 你没有告诉他们 天和的千亿注资 已经在路上 说了 又是注资啊 人家天和连新能源的合同都不给你签 还签你注资 你做什么问题 真是慌 这种事 岂能开玩笑 你很有事 没事 就请不要进行联系 不是会进行 喂 对 你们直接把合同送到会议室来就行 好 哎 不是 说你怕你还喘了 人家千亿注资 凭什么给你一个抽开出租的男人 你上来 林灵你把酒扣过 我好干净 哎呦 生气了 生气了就带你这个戏精老爸一起滚 反正从今天开始 你已经没资格再踏入这点无论 既然大家会霸连你天成的决意 并不理 给我把这两个不相干的外人 天河集团千亿注资合同的公道 哪位是李天成李董 哪位是李董 我是 李董 这是张董大爷 您的千亿注资合同 千亿过命 我先 知道 这真是千亿注资合的 千亿注资 这么说 李董之前的决策 没有问题啊 李董 之前是我们几个老家伙眼镯 您能得到张得赏 未来天成在您的带领下 必定能在南省闯出一番天地 都给我闭嘴 就算他得到天河集团的千亿注资又能怎么样 我承认天河集团很强 但是跟我背负的万国资本比起来 还远远不够看万国资本 李董 难道您说要收购千成的是那个世界纪纪财团 万国资本 当然了 千亿再长也不过是万国资本的一个词 我认识的那位 可是万国资本的唐边唐少 也就是万国资本人签订的金 有了他的福祉 这不比什么千亿注资 往上百个千呢 我想大家都是明白 这笔账应该怎么签 万国资本的烧 那未来岂不是万国资本的当家的盆 要是被他亲自收购 咱们很有可能处于第二个情况 没错 我听说这个唐少董 深得万国资本人 那位举世无医的世界首富的其中 要是能看上他的关系 天成就真的要庞飞了 天成了 李天成 要怪就怪 天有个没出息的爸爸 人比人确实气负 你说 不要这段话 我们差距就这么大 几秒 你说 唐斌受万国掌门人弃中 对不起 不过 他什么时候成为亲定的接班人了 什么 确实这意思 你就是万国资本的 开什么玩意儿 真是不自量力 万国资本的那位 可是当地的传奇人物 起来是你这个诸诺斯音号中的 就是咱不想 这话要是让唐斌唐孝总听到了 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错误吗 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 哪怕他来了 也没有你们这位嚣张 嚣 我发现你还真是不知道听到 这个 万国资本 那可世界比极了 像发生了这样的时辰 未来前的新班 你能比较自信的估计 我 我之前之所以隐瞒之后 其实是我断了 你是我的儿子 未来万国资本就是你 断了呀 你这牛皮疙瘩都能吹得到 他醒了 那样 哼 我警告你们俩 现在那刻马上给我 过来 待会儿唐少诺 谁也会 什么 唐少诺又过来 那这话 我倒还真想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案子 喂 老郑啊 叫上老孙和老郎 让他们带着万国资本的所有 估计来拼偿 我倒想当面和 你这个万国资本 到谁说了 好的 李董 我这就联系 喂 老四 李董刚刚说 立刻召集万国资本的所有估计 到天成集团去 有快 喂 老郑 到底出什么事了 怎么集团给炸了锅寺的 我也不知道呀 你还是赶紧过去 你这边很生气 这次集团 是又变天了 哈 哈 这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听说连集团的三位元老股东 都被惊动了 你懂什么 我刚才才和董事长通了电话 说在南市收购了一家企 现在集团的全部股东都被他召集了天成 你猜 我知道了 是李董调查了您所收购的企业 就是天成 所以说才提前把所有股东召集过去 被您进攻 聪明 立刻被扯进 是 这一次我要让您吃万国资本的三个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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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 难受就会赶到 你 还有你这个 忘出忘了我们不能成为人的话 啊 都什么是什么 都给你走了 天真没了就没了 你可犯国资本 真保护啊 什么要不要这些 啊 那人在超过了你的信息 那这人没有看 你呢 嘻嘻哭哭干的 你说 咕嚕咕嚕咕嚕这种人 这这这 我拿下 我和谁 你 喂 啊 这这套新话说 说万国资本 正宗王之家 拜批刀 真 真来了 他难道不是 是万国资本的场的人 不敢 这肯定是巧合 是唐总 唐总今天都亲自不来的 更何况这三大五东 是不是 对啊 我总把这个眼光 像唐少爷们这么大的人物 这些五东都搁过来也很认识 让万国资本三大五东全部到场 他的唐宾还没有这么大面子 看见 唐少爷们变化 亲自打完 是不是真的马上就说 你打你了 喂 唐总 股东的败铁都收到了 不用惊慌 但是董事长又安排 为这次签约造神事 我说 我 看到了 听他了吗 这可是万国资本的掌门人 亲自给唐少安排的 你这首胡家虎威玩的妙呀 你胆子可真不行 要是 像这种人不该立刻拿下 没不同 没有力了 要不一会儿三大普通肯诱都到了 是啊 來人 立刻把把二人拿下都給我屁股 啊 但怎麼辦 現在被我自己的手動 還有股東們都過來了 這天成是我的心血 沒錯 可我想要的是咱們夫子都平平了 把子都給你明白了 我明白你是我們的孩子 天成集團 做成不是我看著成長前 你放心 今天沒人能動翻煙 更不可能有人 能多點 發行一碗 是一碟 精彩 真是一幅父子子孝的畫面而已 我都要被感動了 但我們今天可不是看你們爺兒倆 分成人氣 還不來人 我看誰敢 真是一碟 見不給你 老張 你來的正好 其他人呢 哦 他們都還在路上 剛才的事情 我可以 又是你 算是讓唐斌搶了李少 的屬私 你膽子可真不小 正啊 那都是唐少董的意思 還有別人剛剛說的 你瘦 還不會就是 沒錯 這位 就是萬國資本掌門人李子的兒子李天成少 同時 也是未來萬國資本的 沒錯 店長 經過這段時間的歷兵 你已經成功具備了萬國資本少 我看好你哦 李總 李總 是我眼下 我以為不是太閃 你打給我打電 撐著你 這不是 唐斌的意思嗎 哦 是吧 那我就在這兒 等他過來 都坐下吧 別緊張 林副總 這是 搞定嗎 呃 那就是搞定了嘛 幹不做 等我拿下男神 我給你去投貨 各位 我宣布一個好消息 萬國資本從今天開始 正式收購天成計劃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砸想了進軍男神的第一步 大家都讓 不是你們怎麼回事 這麼大的喜事 董事長都派你們來給我撞紳士了 你們有什麼不開心的 康兵 我記得李總曾經說過不讓你做的事 你這麼幹就不怕他生氣 真不耗 太多心了 既然董事長都讓你們來了 那麼他能不同意嗎 是不是 再說 你們是年紀大了 思想有點浮潛 各位 這個未來呢 萬國就是我說了 所以今後我說 你們就做 萬國集團 從今天開始 引我出來快 是嗎 康兵 那好大的口氣啊 口氣不小啊 董事長 您怎麼在這 我要是不在這 豈不是聽不到你唐少董的這番費股之淫了 還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我剛剛那是 吹酒 哦 是嗎 我怎麼覺得你 他不得我早點死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讓你碰男神 因為整個男神 是我留給我兒子 包括你今天收購的天成集團也是他的 你還真是給了我 大大的驚喜啊 你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啊 要不然我萬萬不敢收口 我給他 小子這麼多年的分數 你饒我一下嗎 養不舒的白眼啊 董秘書 把他帶去相關部門 徹查到底 明白 沒有啊董事長 沒有不讓也有苦了 您怎麼操擾我啊 董事長 董事長 広先生 請吧 老鄭 老鄭 把其他人該帶下去的帶下去 我有話跟您說 是 其他人 跟我走 天長 我 你不用說了 爸 你是為了我 你明白就好 那咱們今天就定個日子 嗯 等你順利接手萬國的那天 我剛好和你趙姨把婚結了 爸 你雖然和趙姨領不成 但是你隱瞞了人家身份這麼久 還怎麼嫁給我 哎呀 我怎麼把這事都忘了 我願意 我 郭里未博 你一會是李董的父親 一會兒又是萬國資本的董事長 到底還有多少密碼按著我呀 去吧 去吧 你 我 來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